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月尔音乐匠 我是小薇薇 纵观2020年的华语乐坛 仍旧低迷 在这一年当中啊 能够让我记住的新生代女歌手当中 也只有单依纯 黄霄云和西琳娜依高 在众多网红歌手的包围之中啊 她们简直就是乐坛的一股清流了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三位小姐姐的歌声吧 单依纯 零零后歌手 中国好声音最年轻的冠军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未来可期了 不同于以往的好声音学员 单依纯让演唱回归正轨 唱歌不是标高音 也不是静歌热舞 不再玩弄技巧 而是说情答义 她让每首歌都变得那么的立体 跟每首歌都注入了灵魂 加上她天籁搬着嗓音 包含深情的演唱太抓心了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相信爱的冲突就是星辰大海 美好剧情 不会更改 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 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 请你相信 我给的爱 值得你爱 黄霄云 声音里面带着张亮影 邓紫棋 甚至是张碧晨 这些优秀女歌手的影子 曾经也是好声音学员 曾经获得汪峰祖四强 在歌手当打之年 黄霄云就作为奇袭嘉宾 胜出之后备受争议 尽管唱功并非尽善尽美 但是依然属于顶流 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 她还有很长的时间去成长 去升华 嘉义十日 未来呢还有无限的可能呢 映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套 黎明的难道 光会越过黑暗 踏破一致恐惧 又能找到答案 怕要抵着光就聚散黑暗 丢去所有的负担 不再无难 心灵纳一高 同样也是好声音的学员 2017年获得纳英组的亚军 去年5月份参加了创造营 以第一名的成绩加入了 印堂少女303 张相独特的她 一开嗓呢 就令一众导师和观众惊叹不已 她所表现的律动感 在新生代歌手当中 绝对是前景位的 辨识度非常强 略带沙哑的声音 极富感染力 十分抓耳 又超乎年龄的成熟 我喜欢你 那微笑的眼睛 连日落也看错唇膩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 随便你带我到那里 你的脸慢慢贴近 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醒 我喜欢你 爱我的心 清楚我每个人去跟你 我知道 她在诉说着你承诺言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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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